乌俄战火威胁多国加码制裁俄罗斯 乌俄战火对经济的影响造成原油价格震荡 投资人抛售科技股涌入防御型类股以求避险 四大指数中场静默 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黑 豆雄指数下跌96.69点收33794.66点 纳斯达克下挫214.08点收13537.94点 标普500下跌23.05点收4363.49点 非半指数下挫76.40点收3339.76点 欧洲股市方面欧洲主要股市今天大幅收低 因为各国制裁俄罗斯的冲击 让人忧心影响市场情绪 然而原物料价格不断攀升 使得矿业利股受惠走扬 欧洲三大股市全数收低 英国股市下跌190.71点收7238.85点 德国股市下挫301.71点收13698.40点 法国股市下跌119.65点收6378.37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